好 第七个问题呢 是不制作色卡 我一开始呢买到一些颜料之后呢 我就会直接去占据它用 但是当你发现 你的这个颜料全部挤在这个盒子当中之后 有个别颜色它是非常黑的 颜色很深 你无法区分哪一个是你刚刚挤的蓝色 哪一个是紫色 哪一个是黑色 或者是一个灰色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新手一定要去备一个这个色卡 那有了这种色卡了之后呢 你可以把你的颜色依次的给它标记出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知道刚刚有一些比较深的颜色 它可能是这个色彩 或者是这个色彩 我们可以有所区分 那制作色卡的话呢 不见得说是你非要制作出一些图形 这个看你自己的个人时间 但是跟大家提一个醒 就是做色卡一定要做的点 就是它有一个从深到浅的过渡 那比如说我画这个花朵的话 它也是从内到外有一个深浅的渐变过渡 因为这样做的话 你才能知道一个颜色 它深可以深到什么地步 我单独占取它 浅可以浅到一个什么地步 那我们做一个简易版的一个色卡 那比如说我们就去 占取一个相应的这个颜色 我们直接用潮湿湿润的笔 在这个盒子当中占取 那这个颜色就可以我们称之为 直接占取的颜色 最浓郁的一个感觉 但是不要太厚重啊 不能特别稠 那这样一个就是色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阶起 然后我们一次呢 去给它加上这个水分 给它往这边去晕开 当你晕开的时候的这个颜色 它就会从深到浅有一个阶层 那这样一个阶层呢 你就可以看出啊 这个色卡它可以从深到浅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当你真正使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去进行判断 在画一些花卉啊 插画类别还有一些写实类别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进行制作色卡 你才能真正了解你要的颜色是什么 第八个问题 把水彩当水粉化 一开始的话呢 水粉我是先去接触的 因为它是比较厚重的 我们占取颜料之后呢 这个水分 它就是为了给我们的颜料进行涮笔用的 所以一开始我在用水彩的时候呢 经常会犯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直接占取这个颜料 它是比较的厚重 那比如说我用一个潮湿的笔 我去占取一个颜色 然后挖特别多的这个颜料 我们去给它画 那我这个颜色虽然说是很浓郁 很深下去啊 但大家会发现我的颜料并不透 但这种不透的这种效果呢 它就会导致在你后期上色的时候 它是非常容易被洗掉的 而且这种颜色就会比较的闷 没有我们刚刚画的那么的清透 那么的水润感 所以一开始我们用水彩去表现画面的时候 大忌哈 就是用特别干的表现去处理它 它是会缺少一定的水感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这个笔哈 它也相对于来说是比较的干燥的 我们很多同学就是挖这个颜料 挖特别多的颜料哈 那直接就是在你的这个盘子上 用小笔这样去搓搓搓 并没有去把这个颜色去给它摊开 就是画的面积还是非常小 所以导致你的颜料还是非常厚哈 那厚重的时候画上去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白色的这种枯的这种效果 那就是枯笔的这种效果 那枯笔的这种效果的话呢 我们在实际因应当中它是可以去制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感觉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想要去这样的效果 但是我们就不得已画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证明你笔上的水分就太少了 所以画水彩的时候一定要去把你刚刚拿出来的这个水哈 当成它的一个工具而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涮笔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是可以把这个水分哈 哪怕稍微有点脏的这个水都可以去加进来 把这个颜料给它调开 稀释开 稀释开了之后呢 整个笔哈摊下来之后 它的整个笔肚子和笔尖都吸上了这样的一个水分 那你就可以给它去画 它就会非常透润 那当然了 如果说你这个颜色想要画的比它再深一点的话 你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上一层 或者是我可以再加颜料 但是我加颜料并不影响我加水 就是我不能把水彩当成一个很厚重的东西化 你看我把颜料加很多哈 那我的水分依旧也不会很少 就它在我的盘子上依旧是能够拉得动的 不是那么稠的 所以你看我再去加深它 它依旧可以做到很透 可以看到白纸的这种纹理 而这个地方它就会变得没有透明度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去画水彩 新手常见的第九个错误点 毛笔太湿去画细节 什么意思呢 一开始我在画水彩的时候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看看大家有没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哈 这是一个干净的一个水缸 好 那我们把这个干净的水缸 我们就占取这样的一个水分哈 然后我也没有去进行一个刮笔的一个动作 然后用一个非常非常满的一个水分 去占取这个相应的颜料 看到了吗 那我可能在我的这个盘子上呢 我就去搅和它 那当我的这个水分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哈 我这个笔它的笔尖就没有特别飓风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当我的水特别多 我把水再加进来一点点 我的笔尖就没办法进行一个飓风 它就会变得笔肚子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水分 它会往下去堆积 那这个时候呢 你去画一些特别小的细节的话 它就会导致的你的这个问题 会出现边横边缘不舒服 出现一定的这个水痕 所以比如说我们要画这种特别小的细节 然后我们没有去刮笔 那么这种小的细节 这种水号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堆积 看到了吗 这个水当它堆积的时候呢 你即使画一条比较平行的这个线 它干了之后会出现相应的一个水渍 我们拿这个稍微给它吸一下 加速一下它这个边横的一个产生 当这个水分特别多的时候 等它干了之后 它的这个边缘就会出现一定的这种水渍感 这种水渍感呢 会让你的这个画面看上去就是没有那么的自然 那我拿一张图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什么是水渍呢 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会出现一定的这种水渍 这种边渍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水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定的堆积 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小边边 然后里面的颜色是这种浅的 这种就是一种水渍 当水分特别多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堆积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当你要去画一个细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笔呢 给它进行一个刮笔的动作 就是你要给它刮顺 把这个毛给它捋顺 捋顺了之后呢 你看它这个笔尖就会非常的尖锐了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画一些细节的时候 它不会有特别多的这种堆积的这种成分 那你去画一些细节 它的这个边缘线呢 也会更加的流畅 它不会因为你去处理的时候呢 这个边缘好像就往外去走 它会跟着你的线稿去进行一个控制 那你画的这个画面 它就会更加的干净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笔上没有刮水 然后水多浴出去了 所以新时候小白在进行一些画面处理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去做到非常非常的精致 那你像我这张图在画的时候 是一定要进行刮笔的 因为你看这个面积太小了 如果说我这个笔上还不刮笔的话 我这个水分一堆积它就会形成水渍 并且它会超出我的这个线稿以外 就会导致你的这个画面出现一定的问题 它就会变是上方的这个线稿 但是就会一会儿今天过去试中的水游戏